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帮忙的两个店员发现老板的议程纷纷往店门口张望 何梦立马放下手头工作 抓起手提包走了出去 不愁之客还没进店 就已经被何梦带至店外不远处的咖啡厅 有相熟店员过来询问何梦 被何梦摆摆手打发了 张和清蜡黄的脸眼神浑浊 冲着何梦慈悲地笑 看起来你过得很好 何梦有些慌张 这次来呢 是想和你商量团团的事情 何梦听到团团两个字 以时吓得心脏漏跳一拍 正想着要怎么开口 竟然发现妈妈出现在门口 何梦立马起身把妈妈带到自己身边 张和清解释道 是我打电话让你妈妈过来的 我怕我说不清楚 那还是十年前的事情 彼时的何梦才16岁 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其他姑娘们进了工厂 宿舍里每个姑娘的床头 都是几本袖真型的言情小说 还有几本跟A4纸一样大小的杂志 那是一些医院发的 关于无痛人流广告的免费杂志 每次出去逛街都有人发 大家都喜欢看杂志里面的故事 不同医院的杂志有不同的故事 所以常常会好几本一起拿 看完也就扔掉 不是一般农村小姑娘 总是营养不良 发育不好的样子 何梦一早就把身体发展开了 凶是凶 腰是腰的 16岁的玫瑰早已惹人垂涎 所以何梦入场不到三个月 追她的人就已经排长队了 张和清就是其中一个 她比何梦大两岁 是仓库管理员 常常要送货去各个拉线 每天何梦都能看见她 张和清长得眉清目秀 据说她大表姐是办公室某个日本经理的翻译官 平时看她真的是清高得很 一般人她都懒得理 但是见到何梦她追得最认真 正是青春赫尔蒙蠢蠢欲动的年纪 不到一个月 何梦就被张和清的鲜花 宵夜 利用表姐的关系 调到最清闲的拉线所征服 搁在床头的无痛人流广告的杂志 很快派上了用场 第一次人流选的就是杂志中的一家 等到第三次怀孕 张和清说 不如生下来吧 我带你回家见我父母 转了一趟又一趟车 再步行一个半小时进去 何梦被张和清家的贫穷震惊 说是家图四弟一点都不为过 厕所直接在外面盖了一个茅草棚 上厕所时看到蛆爬上来 何梦吐了一次又一次 当天晚上就哭着吵着要回自己家 张和清起初还会温柔地劝阻 后来不耐烦地直接打了何梦一巴掌 这一巴掌让何梦安静下来 也让何梦清醒了 当晚何梦做了一个决定 有一次何梦说要喝鱼汤 到了晚上 张和清的妈妈端上了一碗鸡鱼汤 发现鱼腮还在 鱼肉还有血色 何梦吐的胆汁都出来了 跟着张和清在老家待的这段日子 何梦慢慢能理解张和清的清高了 张和清的清高 是一层掩饰的颜色 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内心深深的自卑 张和清家穷 自尊心又强 很多女孩子往往说话口无遮拦 对物质会表现得明显的偏好 张和清看在眼里不说话 用距离维系着自己的自尊 何梦虽然也是农村玩 但从小懂礼貌 叫谁都是叔叔阿姨 拜拜婶婶的 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包容气质 张和清在何梦的这种乖巧里感受到了包容 也间接鼓励了他去追求何梦 何梦一直胃口不好 这天说想吃蛋挞了 张和清到底心疼他 第二天一早就带着何梦进了城 两个人要了份辣吃套餐 一个辣汉堡 外加一盒蛋挞 只是张和清吃了几口突然吐了 说是觉得恶心 这段时间张和清手心变得辣黄 常感觉食欲不振 精神不济 于是陪着何梦去产检的时候 张和清也去做了血化验 饼肝病毒感染 张和清吓得说不出话 两人在医院暗黑的楼梯间坐了伴上 觉得生活无望 幸运的是何梦没有感染到 他们后来得到的消息是 工厂为了塑招 来不及让工人体检就上岗了 食堂本来就不是很内生 于是很多工人交他感染 何梦是因为爸妈给他注射了疫苗 所以有了抗体 张和清家太偏僻了 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何梦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竟成了这一家人的精神支柱 何梦羊水扫破 孩子提前一个月要出来报道了 张和清的妈妈执意 要让张和清和他爸 把何梦送到医院生产 当初张和清妈妈在自家分娩时 差点死于男产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所以她懂得女人生孩子 就是在跨鬼门关不能马虎 何梦第一次拥抱着这个老妇人 算是感动 也算是某种告别 一别十年 这十年的时间和距离 变成了一条大江 隔在何梦和张和清的面前 何梦仍然年轻 打扮时尚颇有风范 张和清却瘦骨临循 脸颊深陷 原来张和清已到了肝癌晚期 她这次来是希望何梦 能把儿子团团接回到自己身边 何梦看看张和清又看回妈妈 她心里太多疑问 比如张和清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店门口 为什么妈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而且好像认识张和清 又比如张和清嘴里的孩子团团 我不是早在十年前就让妈妈送走了吗 原来当年何梦 何梦在顺产完团团的第三天 趁着张和清和的父亲 忙着办出院手续的时候 抱着儿子走了 她害怕 她觉得她再不走 她和儿子都会死在那个家 何梦爸妈不等她带着团团回到村里 就在县城里接应了他们母子 何梦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 哭着把团团交给了爸妈 爸妈又把团团悄悄地送了出去 两个月后 何梦就跟隔壁县的一个男孩子订婚了 这是爸妈在电话里跟何梦交代好的事情 凡事只求保密两个字 关于何梦曾经产子的事情 隐瞒了爸妈以外的所有人 毕竟何梦还那么年轻 身体一恢复 仍然是个大姑娘的样子 对外只说是谈过谅爱 不合适就回家接受父母的安排了 同年 何梦生下儿子乐乐 次年 何梦再生下儿子皮皮 生下皮皮的第二年 何梦才领了结婚证 拍了婚纱照 办了正式婚礼 两个人在公共婆婆的帮助下 不到几年时间 就在省会城市扎了根 一家人买了两套房 还有了一个店铺 何梦也会常常想起团团 把团团送走这件事情 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 动一下心就会流血 张和清苦笑 让你妈妈说吧 何梦妈妈早已掉泪 小梦 妈妈和张和清十年前就认识了 而且你当初抱走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团团 原来当初何梦一路颠簸 到了医院 等生亡儿子早已泪瘫在了病床上 就听说是个男孩 根本没看清孩子面容 孩子就被送进了保温箱 张和清是在医院外面的一家小店 给宝宝买的小被乳 何梦记得小被乳的花色 三天之后 他就恢复身体了 一直催促着张和清 去办出院手续 然后趁着护士不在时 就顺手抱走了儿子 张和清和父亲 左等右等 不见何梦出来 听闻有人抱走了小孩 家属正在闹事 张和清立马去查看团团 团团睡得正香呢 但是不见何梦的身影 别人丢了孩子 张和清的孩子丢了孩子妈妈 两件事情一合计 张和清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那户人家 也是在医院外面 同一个店铺买的小被乳 花色也一样 两个孩子都送进了保温箱 团团出生第一天 张和清去探望时 还差点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了 何梦肯定是抱错了孩子 把别人家的孩子误以为是自己的了 张和清阻止了爸爸去找何梦 孩子早产体质差 张和清得先顾着把团团照顾好 医生嘱咐他们 早产儿不容易自己产生温度 需要天天有人抱着 给予孩子人工保温箱的效果呀 一家人轮流着24小时抱着团团 一晃就是大半年 这期间谁也不提何梦出走的事情 张和清是知道真相的人 团团慢慢的可以脱离大人的怀抱后 张和清找到了何梦的身份证地址 找到了何梦的妈妈 当时何梦已经怀上了乐乐 跟着魏芬夫一家人的去了省城 何梦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吓得不清 要是张和清上告 何梦是要抓去坐牢的呀 为了闺女 何梦妈妈哭着给张和清下跪 求着她隐瞒这件事情 并答应把送走的孩子还回去 那段时间何梦妈妈在外奔波 一方面跟着张和清去到事故医院 打听那家人的住址 另一方面求着中间人 带她去找团团的养父养母 说清这个事情 养父养母亲自带了大半年的团团 虎头虎脑甚是可爱 自然不乐意给回去 张和清法里并用 恐吓他们如果不把孩子送回去 就告他们坐牢 加上何梦妈妈塞了两万块钱 到底把孩子给偷偷还了回去 听到这里何梦抱着妈妈失声痛哭 她没想到自己十年前的任性 让这么多人受到了伤害 何梦妈妈把一切隐瞒了下来 她原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幸福 却不曾想到孩子幸福的生活 是需要用问心无愧四个字来换的 何梦幸福吗 何梦自己心里才有数 前几年皮皮端了奶 何梦就把出租的店铺收了回来 自己卖女装 一开始是自己去批发市场选 款式虽然好看 可是材质一般 慢慢有了经验后 何梦自己谈了一个终端品牌的女装代理 请了几个店员 对门生意算是稳定下来了 而与此同时 何梦发现和丈夫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她一点没变 白天忙批发市场的事情 晚上回家玩游戏 多年如一日的爱喝饮料 不爱运动的坏习惯 导致丈夫越来越胖 173公分的身高 已经有了190斤的重量 这晚何梦丈夫在洗澡 微信有新的消息进来 何梦偶尔会看看先生的手机 帮他订一下批发市场那边的事情 是个叫娇娇的女人发来的 哥哥 我从老家回来了 明晚遇老地方吗 么么哒 价格还是不变800元呢 何梦轻轻地把手机放回原位 若无其事地去阳台晒衣服 她早久耳听丈夫喜欢瓢 两个人分房已经睡多年了 在何梦的心里 丈夫胖得像头猪 早就对她失去了欲望 当年狠心把团团送走的何梦 把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外 全部倾注在了乐乐和皮皮身上 面对这样子的何梦 丈夫还能怎么办呢 总比找小字投入感情要好处理 何梦这样安慰自己 她早已别无所求 只要乐乐和皮皮好 她就好 乐乐和皮皮有一个完整的家 她和丈夫婚姻的生活 就可以一年一年的重复下去 这天晚上何梦把乐乐和皮皮 送去了爷爷奶奶家睡 在家跟丈夫来了一场坦白举 丈夫大惊失色 不知道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呢 市场也没去 就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何梦是打算以离婚为代价 去争取团团的抚养 没想到公公婆婆居然答应了 老两口有自己的算计 这些年看着何梦一步一步成长为 独挡一面的女强人 自己的儿子却不争气 除了体重再增加外 别的一无所长 以前还担心何梦会给儿子戴绿帽 私下里还让人盯过何梦一段时间 结果发现这孩子心思 不是在店铺 就是在两个儿子身上 然后又搞什么服装设计学习 好像脑子里完完全全没有男男女女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所以对于何梦的人品 公公婆婆是相信的 而且这些年 这个家得亏了何梦啊 才能英识安康的维护下去 既然何梦跟张和清 也不可能再复合 何梦想把大儿子带回来就带回来吧 只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让何梦签署一份协议 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何梦如果要离婚 需得带着团团净身出户 何梦毫不犹豫地签了这份协议 对于生活 何梦曾经有愧 他愿意用今后一生的努力 与善良去弥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仙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最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感谢观看